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望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孩子的教育啊 没有人天生就是会做妈妈和爸爸的 那我昨天晚上呢就看了一个节目 看到凌晨四点 简直就是非常饥渴的在吸收着那里边的知识啊 我曾经说过,我说我们做父母其实就等于孩子的神 我们是孩子的神 因为我们的从小教育可能将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那最近呢在我的群里边很多很多观众朋友呢就会跟我留言说 带孩子方面呢很困扰啊 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啊 甚至有的呢进入青少年叛逆期啦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应该怎么教育呢 所以我在微信呢也有一个就是孩子教育群 大家可以在里面讨论什么的啊 很早以前就看过这个节目 但是当时只是看了一小部分 但是我每次看都会被这个节目深深的吸引我 今天呢我要正式的把这个节目介绍给大家 因为当我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就在想我要努力学会 如果我将来可以帮到某一个家庭 我可以帮到某一个孩子的话 说不定就能改变整个家庭 改变整个孩子将来的命运 但是后来想一想 你教再多不如所有的父母自己去学习 自己去学如何去调整这个关系 自己去学如何做一个懂得用正确方法教育孩子的父母 这个节目的名字就是超级育儿师 大家可以上网search一下 我呢将会把其中的某一个视频的连接呢 放在这个是我的视频下方 如果大家搜索不到超级育儿师的话呢 你可以到下面找连接 可以直接点进去看 它呢是有一系列的 我觉得就算自己的孩子没有问题 大家也应该看一下 这个育儿师呢 他会根据心理学 顺便告诉你孩子的愤怒 孩子的哭闹 孩子的如何表达自己的不开心 是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呢这个节目我觉得凡是你是做父母的 我们都应该看 像我的孩子已经15岁了 但是我都是从3岁看到15岁 我全部都看 就是昨天晚上我看到凌晨4点 给我的是满满的正能量 我觉得这个育儿是简直 它不单是在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 也在改变一个家庭的氛围 甚至也把很多很多绝望中的妈妈给拉回来 就像我们 我们没有人天生就是会做父母的 甚至由于我们的父母的错误 可能会把我们以错误的方法养大的 由于然后我们自己内心的又不自信和自卑 又造成我们的下一代的悲哀 因为我妈妈以前是幼儿教师 她非常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啊什么的 所以呢她会告诉我很多很多东西 很多事情是有方法去教的 那我来到海外之后呢 我很早就结婚了嘛 这我的婆婆呢就是比较传统的 她有9个儿女啊 她的孩子就是不需要什么刻意去教育啊 人家也这么长大了 而且一个个呢都是很自然长大的 也很独立 都非常的很有出息 所以我当时生完孩子之后 是和我婆婆一起住的 所以她并没有确切的告诉我 应该如何正确的去教育孩子 但是呢我当时我的这个就是弟妹 我的弟妹呢她是就是在这长大的孩子 就是有点像西方国家教育出来孩子 她就懂得什么东西就是查 不懂的就去看 那我们唐人的做儿女的经常会问老人家 哎老人家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 我们应该怎么教育孩子 但是其实可能我们老人家 他们的那套方法只适合老一辈 也可能并不科学 也并不能科学的教育下一代 那我们现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网络怎么发达 我们完全是可以非常快速的寻找到正确的育儿方法 哪怕是从小baby开始 网络上有很多视频教给你 怎么样让baby不要哭 怎么可以让他改掉那种 整天要抱在怀里的坏习惯 怎么样可以让孩子正确的发泄自己的情绪 而又不会吵又闹个不停 其实网络上已经有足够的信息供给大家 那只在于大家肯不肯愿意去学习 像我的群里边很多妈妈就会说 哎呀抱怨啊 我整天孩子缠着我 我什么都做不了啊 怎样怎样怎样的 就很多抱怨 很多不开心 生活一团糟啊 就因为孩子啊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孩子带给你的生活有多糟 就表示你带给孩子的生活有多糟 因为孩子就是一张白纸 他所反映出来的一切 都是我们给予他的 都是我们造成他这样做的 所以其实是有办法扭转的 如果你想改孩子 首先你要先改自己 先把自己规矩起来了 然后你才能把孩子也规矩起来 我呢很早呢就领悟一个道理 就说我们做父母的 首先要教育孩子的是道德品质 然后就是生活习惯 我们最主要的要抓住这两点来 就教育孩子 至于学习 那他到了学校 学校老师自然也有他的方法 就教给孩子一步一步的开发他的智力 让他顺其自然的越学越好 在学业上有进步 可是道德品质于生活习惯 这两样东西 是学校老师不会教的 那我们有时候在做父母的 回到家里边 整天帮逼着孩子学习学习学习 只是抓这些东西 可是你真正真正应该教孩子东西 你并没有教 那到头来 孩子到社会上了 他就算学习再好 没有道德品质 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那他就自然而然就会失去社交圈子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一定一定要提前提早的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且敢于去寻找答案 去努力的学习 第一是为了孩子有个好好的未来 第二就算你是自私 为了自己也好 为了让自己轻松一点 不要整天沉溺在这种孩子的哭闹声中 烦躁中 忽住当中 当我看到这个超级育儿师的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他的这个一系列的视频呢 将会帮助到很多很多的家庭 而在这里呢 我就非常非常忠心的去推荐给大家 我希望大家能全部排着个的 一点一点的把它全部都看完啊 我们不为了别的 就是为了孩子将来的美好未来 因为他有了美好的未来 就等于你有了美好的未来 你们是息息相关的 而这一切的一切 不管孩子有多淘气 不管孩子有多叛逆 他都是有方法可以改变的 上了我看了很多相关视频之后呢 里边有很多的青少年 已经到了就叛逆到打妈妈 打爸爸 就是很叛逆的情况底下了 但是育儿是确定通过心理学 通过挖掘他内心的脆弱 挖掘他心里的痛苦 来帮助他从述和父母之间的沟通 对于青少年的孩子呢 他已经是可以和你沟通的了 所以打骂已经不好用了 不能用这种方法了 而且你等着孩子长大了之后 你父母也打不过他们了 如果你小时候是用暴力对待孩子的话 孩子长大之后 他必定用暴力还回给你 因为你的这种行为 就是在告诉他 这个家里边谁能打过谁 谁就是强者 要注意的是 我们绝对不提倡暴力沟通 那长大之后呢 很多时候永远柔情 爱是真正打开一个人心门的关键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沟通呢 那很多的家长 你说哎呀我不知道孩子是怎样想的 那就表示你并不懂得如何正确的与孩子沟通 这个都是要学习的 其实孩子是渴望沟通的 但他不说的原因 必定是他说出来 你否定他 他说出来或者说你不理他 总之是有原因他为什么不和你沟通 那如果想要去改变一个人 真正打开一个人心门 关键的还是要靠你的爱和你的温柔 和你的真诚去打动他 所有的资讯我将会放在视频下方 好了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